好 刚才在第三段作者说了 这个投资它是一个你先有基础知识之后 我们再开始去做 先把基础知识搞懂 然后要看个人情况 还要看你的心理情况 心理承受能力 它下面从第四段开始 你看情况不同 投资的目标和方法路径就不一样 第四段先假定 你比如说你要是老年人 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For instance 比方说 If you are older You have less time to recover from any major losses And you may well wish to boost your pension income For instance 这是借识章语做壮语 就比方说 If you are older 是条件壮语 如果你年纪更大 那么 you have less time 你有更少的时间 什么时间呢 To do 是后制争语休息这个 time 就是从重大损失中恢复的时间就更少了 比如说85岁 投资损失了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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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 这时候你要再把本再捞回来 恐怕就没戏了 这个时间太短了 And 并且怎么样 你有可能 may well 咱们讲过比如推测吗 有可能 may well could well might well 都行 咱们一会儿复习 你可能 wish to do 是书面语 你可能希望去做就是想去做 跟 want to do 是一样 wish to do 比 want to do 更正式 去促进或增进一下你的退休金的收入 希望退休金能够多一些 是这么一个 这里面好多复习 第一个 先复习复习那个 win well 哎呀 这可是老知识老朋友了 may well, might well, could well 等等等等 什么意思呢 Used to say that something is likely to happen or is likely to be true 用它来说某个事情可能会发生 或某事可能是真的 表示推测可能发生 或可能是真的 这个见得太多了 我们先回顾三册的五十九课 复习三册五十九课 认识收藏这个说 Over the years, one may well become an authority on one's hobby and will very probably be asked to give informal talks to little gatherings and then, if successful, to larger audiences 进过多年之后 这个人呢 就可能会成为自己爱好方便的一位权力 并且很有可能呢 被要求对一些小群的人 做一些非正式的演说 然后呢 如果成功的话呢 对更大群的人做演说 这是很有可能表示推测 这个事儿可能会发生 那再比如说 我们在第四十一课 在二百四十页的第三到第四行 二百四十页第三到第四行 Apart from moral considerations This is a stupid method of training for it produces a resentful animal who at a later stage may well turn man killer 除了道德方面的考虑之外 这也是一个很愚蠢的训练方法 因为它会制造出来一个充满怨恨的这么一个动物 它在后期晚期 有可能成为一个杀人的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动物 这个这个成为一个杀手 may well 说这个事儿可能会发生 可能成真 还有我们的第二十九课 你看着在四册出现更多 一百七十二页的第十八行 一百七十二页第十八行 他说 And the railway of the future may well be the hover train 并且未来的这个铁路 有可能成为这种悬浮列车 在现在已经成这了 may well是表示有可能怎么样 还有我们的第二十六课 就是第四十六课 四十六课 二百六十九页最上方 四十六课 二百六十九岁是什么 Indeed it may well be that those whose work is their pleasure are those who most need the means of banishing it at intervals from their minds 四十六课刚讲过 事实上呢 这可能怎么样呢 可能啊 那些工作就是乐趣的人 就是那些人 什么呢 他最需要每隔一段时间 把工作从头上撇开的方法 这个人 也是推测 may well表示有可能是真的 我们再看 might well 第二十五课见过 一百四十九页十二行到底十三行 一百四十九月十二到底十三行 父亲啊 another patient might equally well complain that her neighbors were combining to slander her and persecute her and yet one might be cautious about believing this statement 另外一个病人 同样可能会抱怨 是推测吗 这个事可能会发生吗 抱怨 他的邻居们正在联合起来 要诽谤他 和迫害他 然而我们呢 对这种事 要相信起来 恐怕就很谨慎了 认为他可能不是真的 好本文中说 you may well wish to boost your pension income 这个wish to do 四十五课刚讲过 wish我们家动词不定是to do 这是个正式书面 相当 want to do what I like to do 想做模式 想要做模式 喜欢去做模式 这wish to do 这个在四十五课见过 咱们复习吧 二百六十三页的第十五行 二百六十三页的第十五行 this is the point I wish to emphasize 这就是我想要强调的这么一点 想要去做模式 就是你年纪更大的时候 你可能想要呢 有可能想要去增加你的退休金的收入 这个boost就增加促进 使增长 使提高 这个我们大声读一下吧 boost boost 就是to increase or improve something and make it more successful 使某式增加或使某式变得更好 并且使它更加成功 就增加 提高 或者促进 本文中是增加 使退休金变得更多 更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new resort area has boosted tourism 这个新的 这个度假的地方 这个 resort 是度假胜地了 那么促进了我们这里的旅游业 boost 使变得更好 使变得比以前更多 更成功 那么后面进一步说 看第二句 那么一个老人应该怎么做呢 so preserving your capital and generating active income are your main priorities 两个划横线的部分是并类的主语 它比较复杂 两个主语 都是动名四座主语 因此保存 保护好你的资本 本金 就本金不要受损失 并且产生出更多的收入 就是你的主要的优先要考虑的事 priority 叫做 优先要考虑的这个事 它经常可以跟main 这个来打费 就是主要的优先的事 这个怎么就看看这个priority priority 主语 可数名词 something important that must be done first or needs more attention than anything else 一个重要的事情 再加定义重聚 那必须首先背作 或需要更多关注的这么一个事 比其他事 有优先级嘛 就优先的事物 经常可以用be one's main priority be one's top priority high priority 或者是immediate priority 最主要优先的需要做的事 首要要优先处理的事 最高等级的优先处理的事 或立刻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 经常用这些词来限制它 本文中用的是main 没问题 再看一下例子 health insurance will be your top priority 健康保险是我们优先第一个必须想考虑的 去考虑的事 优先级最高的事 being a parent is her first priority 那么要成为一个父母亲要当妈 是女孩子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 priority 经常用别的词来限定它 本文中说 所以保护本金和产生更多的收入 是一个老年人优先 需要主要考虑的事情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投资呢 看第三句 他说了 in this case you'd probably construct a portfolio with some shares but not high risk ones along with goods cash deposits and perhaps convertibles or the income shares of split capital investment trusts 这里面出现很多术语 in this case 这是介斯顿一座壮语 在这种情况下 you'd probably 你可能呢 是怎么样呢 you'd就是you would 这是一个推测 你可能啊 就得怎么样呢 来构建起你自己的这么一个投资组合 什么投资组合呢 后面一大堆协题字 都是修饰portfolio 那么有那么一些股份 但是不能是高风险的股份 那么along with 到巨末呢 就是一大堆的介斯短语 可以看到定义修饰股份 除了股份之后 还有什么呢 翻译成合还有 还有金边证券 就是高度可靠的证券 咱们一会会讲这个术语 还有呢 现金的储蓄 deposit 就是储蓄 存款 并且呢 可能还有一些可转换的一些证券 可兑换的证券 或者还有那个就是所得股 分割资本投资信托公司的所得股 income 是所得股 所得股是什么股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分割资本投资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查到 这个可能在座的 或者是屏幕前的 学金融的同学 你可以在微博微信里给我讲 但trust 这个简单 就是信托公司 咱们一会会解释 这术语呢 我们能明白大概是 这种投资 它大概的这个 是 是 一个rough idea 就行了 大致能理解就可以 那么这里边 我们先看这个 construct construct在这儿 表示构建 构成 或形成 就是form to form something by putting different things together 把很多东西放在一块 来构成 某个东西 就是construct 看一些例子 You must learn how to construct a logical argument 你必须要学会如何去构建一个合乎逻辑的一个论证 argument 咱们说过 在执而易写作中的多 就是有论句 有结论的这么一段话 就是argument 去构建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再比如说 to construct a theory 那么构建一个理论 to construct a diagram diagram 就构建 或者是来形成这么一个图表 to construct a plan 去构成这么一份计划 形成一份计划 就是把不同东西 归得到一块 来构成一个新的东西 在这儿呢 我们可能要构建出 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 再看一个例子 一个组织结构很好的构建的很棒的这么一个小说 就是里面情节交织各个内容的组成非常棒 这么一本小说 我们可能要构建起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 里面要有一些股份 shares shares是什么意思 咱们就是股份 any of the equal parts into which the capital of a business company is divided giving the holder a right to a portion of the profits 就是这个平等的部分里的任何这么一部分 什么部分呢 就是into which the capital of a business company is divided 就是这个一个公司的 他的资本被划分成很多部分里的一部分 资本本金被划分成很多部分里的一部分 那么拥有这个资本一部分的人有什么权利呢 给予了这个拥有者一个权利 能够获得他的利润的一部分 就是我作为你的股东 我有股份 那么以后你公司赚钱 我会分走一部分钱 就是我不能白投资吗 就是这个股份 就是share 用复数常见性 还有本文中的along with along with是什么意思呢 along with is used for mentioning additional people or things 用它来提一提另外的这样一些人或事情 that are also included or involved in something 它也包含在这个东西里面 一般就翻译着还有了 和什么什么在一起 还有 看例子 这个 Ramos was arrested along with eleven other men Ramos和另外的十一个人一起被逮捕了 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的十一个人 还有 Dune was murdered along with three guards Dune被谋杀了 当然还有另外三个守卫也是死了 在一起死了 在二十六盒 三册二十六盒咱们见过 就是真够大饼干罐头 这个树 A little later a man came along with a biscuit with occupied the whole boot of his car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来了 当然还带着一个大型的饼干 占据了整个汽车的后备箱 还有和什么什么在一起 那么还有cash deposit deposit 咱们以前讲过可以表示什么 地下成绩物矿藏 再就是现金 当然在前面还有个guilts 这个guilts是金边证券 它表示一种股票或者股份 是有金边的 就是镀金边的这个证券 金边证券 什么叫金边证券 再进一步解释 gilt-edged stocks or shares do not give you much interest 就是表示additional money but are considered very safe as they are sold mainly by governments 一个金边的股票或股份 它并不给你很多的利息 就是没有额外的钱 但是被认为非常可靠 因为它主要是由政府来出卖的 来卖出的这个高度可靠的证券 叫金边证券 还有这个现金的存款 deposit 在这可不是地下成绩物了 这是储蓄存款 就是an amount of money that is paid into a bank account 就是存到了银行账户里的这么一笔钱 叫一笔存款 经常make a deposit 存入一笔钱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I'd like to make a deposit into my savings account 我想把一笔钱存到我的储蓄账户里面去 这个make a deposit就是存款 本文中就有现金存款 明天还可有什么呢 可能有这个可兑换证券 还有所得股是什么呢 Split就被分割的 Capital 资本 Investment 投资 分割资本投资 后面Trust 叫信托公司 这个数语太多了 咱们看看这个Trust 是什么意思 Trust 表示 an organization that manages money or property so that it can help other people or organizations 这是这么一个机构 什么机构呢 它来管理钱或者管理不动产 以便于它能够帮助其他人 帮助其他机构 这是什么一个信托公司 它来投资或者掌管房地产 这个东西赚的钱来帮助其他人 或者帮助其他的组织机构 你比如说A charitable trust 一个慈善的信托公司 它赚的钱给慈善机构 来帮助那些穷人 Housing trust help to provide houses for people who are not well of 这个房地产信托公司帮助来提供一些房屋 给那些不太有钱的人 就穷人了 提供房屋来住 这个Trust 是信托公司 那么整个句子我们看就好翻译了 把它大致看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需要构建出这么一份投资组合 里面有一些股份 但不能是高危险的 同时还有金边证券 就高度可靠的证券 还有现金存款 可能还有那些可兑换证券 还有这些分割资本 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所得股 这是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考虑就刚好照应了 我们的第三段 部分是个人情况问题 得看个人情况 年纪比大的时候 得这样的投资比较稳妥 那么我们年轻人 当然李老师说 我们年轻人也没有说错 45岁以前都算年轻人 这是联合国的定义 李老师也是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应该怎么投资呢 我们在下面第五段 作者继续来陈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